嗨嗨我是Josh 今天本來是要更新中止嗨報 但是想說上半季都要結束了 不然我們中止嗨報暫停一集 來做個不一樣的內容 我想說來回顧一下我上半季的開季預測 因為我在開季之前有做了一支這個影片 就是我預測富邦會墊底 那想說不然就來回顧一下 我當時講的東西 有哪些是有中的 有哪些是沒中的 我的預測是上半季中性第一名 然後再來是樂天統一 衛權富邦 哇現在看起來超暴準的 除了中性的位置不太正確之外 其他樂天統一衛權富邦 哇塞這個順序完全命中耶 我自己都覺得我好準喔 就你們爪爪在雷 不然我應該會全中的 好啦那我們接下來就逐步來重看這支影片 然後我就根據影片來做一些我的講法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呢 本期影片還是一樣由70mine行車紀錄器 天節科技贊助播出 那中性兄弟去年拿下了中華職棒的冠軍 整季的戰績也是排名第一名 今年球季他們除了王牌德寶拉之外 還補進了另一張王牌泰迪 可以說是每個禮拜保底兩勝啊 好這個部分的預測就有一點小錯誤了 不過開季之前應該是所有人都認為 上半季冠軍會是中性啊 因為泰迪加德寶拉這個組合 真的是太過分了 雙王牌 那不過泰迪的表現就不論是什麼原因啊 總之他表現出來的就是沒有符合大家對他的預期 泰迪去年是那種超宰字型的王牌投手 今年你說普通嗎 連普通都稱不上 他就是一個不幾個兩頭 OK 我們繼續往下看 另外從這身賽可以看到 去年季中殷傷報銷的張志豪 看起來恢復的狀況很好 張志豪 陳志豪 詹子嫻組成的外野陣容 火力是非常兇猛的 那說回 好這邊說到了中性火力兇猛的外野陣容 詹子嫻 張志豪還有陳志豪 本來預期會是中性的火力核心嘛 但是張志豪今年可能也因為受傷的關係 打得不怎麼樣 現在在二軍調整中 那詹子嫻也是普普通通嘛 也沒有到真的很糟 可是就是不夠出色 不過陳志豪最近算是打得非常好 我有注意到他前一陣子那個 打擊狀況完全調整回來了 打擊率一路狂飆 下半期還蠻值得期待看看他的表現的 羊匠的部分 雖然只是熱身賽 藥滿數還很小 但是新羊泡芙來洗 打得好像有點令人失望 不過我會覺得還好 因為對於中性來講 羊頭的重要性還是比較高 只要等到德寶拉喪育歸隊 我想中性還是比較需要 也比較傾向採用一個三樣頭的陣容 德寶拉跟泰迪 會是不動的兩大先發 關鍵是在夏摩莉的表現 只要夏摩莉能投出大家對他的期待 那弗萊西打得好不好 真的不太重要 有沒有我這裡講的非常準確 弗萊西打得好不好 都不是他能不能上一軍的關鍵 重點是在夏摩莉的表現 那我覺得夏摩莉投的 算是有符合大家對他的期待 甚至還超出大家對他的期待了 他上半季真的算是勞苦功高啦 頭的局數又多 表現也很好 只是他最後被挖走了 那也讓弗萊西得到解放 終於可以被拉上一軍了 下半季我們可以再持續關注一下 弗萊西的表現 因為中性目前仰頭的補強速度 好像還沒那麼快 所以弗萊西應該是可以在一軍 再待一陣子 繼續來看喔 那中性沒有拿到上半季冠軍 就跟我前面講到幾個重點有關嘛 他們的三個外野主炮 表現沒有太過出色 然後兩大王牌投手 其中之一的泰迪 投的也蠻糟的 所以到最後他們就沒有能力 去跟桃園競爭 至於第二名呢 樂天從去年下半季我就很看好了 最大的原因 當然就是他們的打擊 樂天的攻擊能力 是明顯優於另外四隊的 因此就算沒有找洋炮 他們的火力也絕對不輸 這裡說到了樂天的攻擊火力 他們是上半季唯一沒有找洋炮的一支球隊 但是他們的攻擊能力 依然是聯盟裡面最強的 這點真的值得佩服樂天 樂天今年的洋將 都是老面孔 教練團會比較好掌握他們的狀況 變數比較大的只有索砂 畢竟他去年受了一個這麼嚴重的傷 現在還剩下幾成功力 是一個未知數 不過霸凌爵 狂威跟豪靖 這幾個人是還蠻令人放心的 索砂就當個備案就好 另外本土投手的部分 好 剛剛提到了樂天的洋頭 那我在這支影片裡面提到的是說 樂天的洋頭都是老面孔 這個是風險比較低的啦 因為你找新洋頭來 不管他多麼的大牌多麼的大咖 都還是有點在抽福袋的概念 因為你不知道他來中華職棒之後 適應的到底好不好 可是樂天今年用的 全部都是老面孔了 他們對中華職棒也比較熟悉 你不用擔心他們適應的問題 那今年上半季他們表現出來的 也確實如我們所預期的 表現得非常穩定 然後索砂也是稱職地 扮演好一個備胎的角色 不過霸凌爵跟豪靖 還有狂威 這三個洋頭表現得實在太過穩定 太過出色了 索砂沒有得到什麼上場的機會 所以索砂後來就選擇自己先離隊了 那樂天下半季應該是還要找一些備案 畢竟不能夠保證 這三個洋頭能夠這麼健康的 就帶到重環軍站 下半季可能會看到一些新的洋頭 來逐漸開箱 那剩下兩個先發 去年季中選進來的 真任何跟陳冠宇會是主要人選 可能很多人對陳冠宇會有點疑慮 畢竟他去年實在爆太慘了 我是比較樂觀一點 我會覺得陳冠宇沒有理由 在中華職棒會炸成這樣 這裡先來講一下 我對於陳冠宇的表現 本來是比較樂觀的啦 可是他今年上半季投的實在是不怎麼樣 看來我真的太過樂觀了 他六場的先發 有三場投的很好 三場投的很糟 然後那三場投的很好的 全部都是對衛旋龍 都對同一隊 所以參考性可能稍微低一點 那下半季要怎麼用陳冠宇 這可能也是樂天需要頭痛的一個問題 我會覺得樂天的整體輪值是好的 只是他們缺少了一個 像德寶拉或泰迪這種超級王牌 所以最後如果在爭季冠軍的那種關鍵時刻 他們會相對弱勢一點 因此我只把樂天排在第二名 再來第三名呢 這裡我說了我把樂天排在第二名的原因 我覺得樂天跟中性的戰力本來就很接近 唯一的差別就在 德寶拉跟泰迪這兩個洋投實在是太犯規了 所以在這種關鍵的賽事 有這兩個超級洋投的中性 應該會稍微有力一點 但是沒想到 今年上半季看下來 還是樂天的投手比較犯規 霸凌爵跟狂威再加上黃子棚 這三個人的壓制力都比泰迪還要更好 所以在這種關鍵比賽對下來 中性是沒有任何的優勢的 再來第三名呢 我認為會是統一師 統一今年上半季會少0安可 可是我認為他們的技外補強補得很棒 弗金龍跟羅薩 都剛好補到了統一師最缺乏火力的位置 這裡先稍微講一下 弗金龍跟羅薩都補到了統一最缺乏火力的位置 就是DH跟伊磊 羅薩是比較可惜啦 打沒多久就受傷 然後最後就離隊了 然後弗金龍表現還不錯 不過也是有遇到一些傷勢困擾 希望他下半期能夠更穩定的出賽 不過統一這邊伊磊的部分 算是有賺到 因為冒出了一個潘傑凱 潘傑凱上半季在伊磊頂的算是非常不錯 打擊表現很好 然後高國慶也有一點 整個老來翹了喔 今年打的也很不錯 所以高國慶加潘傑凱 兩個人今年頂伊磊 對於統一來說還算是蠻夠用的 繼續進行 蘇智傑熱身賽狀況超好 雖然說熱身賽成績僅供參考啦 但是打的好 還是比打的爛練更有期待感吧 還有就是今年整個人長大一圈的林子豪 在熱身賽也展現了不錯的長打能力 說到蘇智傑跟林子豪 兩個人都算是今年斯民非常期待的 兩個重砲手 但是兩個人都遇到了傷勢的問題 蘇智傑應該要到8月才有機會回來 那林子豪上半季也是斷斷續續的 雖然說是有看出來 他的打擊狀況真的跟去年不一樣了 畢竟整個身材都拉得上來 砲和去年真的不太一樣 就看下半季他可不可以再多打一些 多幫統一做一點火力輸出 再來看 部分可以趁上半季好好測試一下 如果新來的柯瑞跟羅王表現不堪用的話 那可以趕快在下半季之前補人 總之今年統一的決戰關鍵 會是在下半季 接下來 這邊說到統一的羊頭測試 那羅王的表現算是出乎預期 我沒有想到羅王可以投的這麼好 只是他有受傷 呵呵 希望他8月回來之後 還可以保持跟上半季一樣的好狀況 那柯瑞的部分 我覺得測試應該已經很明顯了 他真的不太堪用 那統一這邊也趕快補了 McFires還有另外一個羊頭 統一這邊下半季的羊頭陣容 是還蠻值得期待的啦 柯瑞應該是待不久了 我們就來期待看看 下半季其他幾個羊頭的表現 好啦來看到第四名的衛拳喔 第四名我認為會是衛拳龍 衛拳去年下半季打出了非常可怕的氣勢 在球季的尾聲 絕對可以說他們是聯盟裡最強的一支球隊 但是你說他們今年要直接衝上去嗎 我覺得可能還差一點 我會認為去年球季有點特殊啦 因為疫情的關係 去年球季打得特別長 所以打到球季尾聲的時候 可以明顯感覺到 四支老球隊都有點打得力不從心 可是今年重新開始 拳人們都獲得充足的休息 衛拳上半季 恐怕就不會這麼好打了 加上去年 硬傷打打停停的徐若希 現在又有點手手傷痛的疑慮 確定趕不上開季 另一張王牌王尾中 也在置辦熱身賽出現失速的狀況 開季到底能不能調整到位 這還不太確定 這幾個原因 都是衛拳龍開季 可能難以把戰機往上衝的 主要因素之一 OK 這邊說到 衛拳龍今年開季 戰機可能難以往上衝的原因 其實今年在熱身賽的時候 很多人對衛拳是很看好的 因為衛拳去年下半季打得很好 然後今年的熱身賽 又打得非常好 所以大家自然對他上半季的表現 會抱有很高的期望 可是就像我說的 其他幾隊也不好惹啦 至少其他三隊不好惹嘛 然後徐若希跟王維忠 又是兩個很大的變數 徐若希不只整個上半季都沒有出賽 最近還去動了湯命將的手術了 預計應該到明年的下半季才有機會回來 那王維忠上半季的出賽也不多 也是受到了傷勢的困擾啦 所以王維忠跟徐若希 這兩個主力的奔路投手 上半季都沒有辦法 對衛拳做出太大的貢獻 當然會影響到衛拳的戰績 過後打擊的部分 我覺得可以來期待一下 去年球季尾聲 劉基鴻就有逐漸打出來的感覺 最近他在熱身賽也打得很棒 和林智聖的加入也讓衛拳多了一個進攻核心 攤開衛拳的打線來看 田薇連線 吉利吉撩 林智聖 劉基鴻 這個前段打線也已經很不錯了 我想今年衛拳應該不會像去年那樣 嚴重的缺乏得分能力 現在就是看王維忠跟徐若希的狀況 他們兩個到底能不能穩定出賽 會是決定衛拳今年能走到哪裡的關鍵 好 OK說到衛拳的打擊 衛拳的打擊跟去年比起來真的算是進步很多了 雖然說跟另外三隊比起來還是稍微弱了一些 但是已經不像去年那樣子 嚴重的缺乏得分能力 今年衛拳的得分能力算是表現得還不錯 不過就像我前面所說的 徐若希跟王維忠 還是對衛拳的戰績有很大的影響 即便鋼龍跟布里漢 今年都投得非常好 但是 這兩個主義的本土投手 沒有做出太大的貢獻 還是讓衛拳的戰績難以衝上去 好啦 最後來看第五名的邦邦 就到了第五名了 我的預測是復邦 一定有人說 欸 家居你開什麼玩笑 宇宙邦耶 你預測他墊底像化嗎 結果後來就出現了所謂的 季前宇宙邦 季中刷復邦 復邦上半季只以第四名作收 所以今年我不會再被騙了 是不是 我就說我不會再被騙了 復邦的戰力真的沒有大家所想的那麼好 可是 要爛到像今年這種的程度 還真的是有點沒有預料到耶 不過至少啦 我的預測基本上是正確的 復邦果然是墊底的 而且說到底 復邦的問題一直都不是投手 是他們的防守經常會搞事 還有就是復邦的打擊一直都有問題 今年他們雖然補進了 霸地勢 這位在日本職棒有過實機的大咖洋炮 但是我認為幫助很有限 因為復邦的問題我之前有講過了嘛 他們不是沒有強打者 而是他們的強打者 都卡到了同樣幾個守衛 但是這一堆人 又沒有辦法同時上場 就連今年新補進來的霸地勢 也一樣是卡到了這幾個位置 所以就算霸地勢打得很好 他擠掉的 也一樣是其他不錯的打者而已 復邦的整條打線 都還是充滿斷層 這邊講到了復邦的防守 還有他們的羊炮 復邦的防守 大家上半期應該印象深刻了 主招主到不要不要的 不過復邦整體的守備率 並沒有特別差 可是他們的防守就是會讓人 記憶特別猶新耶 好像他們失誤之後就特別容易掉分 這個我沒有去實際統計過數據啊 就印象中來說 這種情況好像還蠻常發生的 那羊炮的部分 大家雖然說 記起來都很期待霸地勢的貢獻 可是我那個時候就說了 霸地勢就算打得好 他的守衛會是一個問題 然後他來了之後 發現比大家預期的更慘 他不僅打得爛 然後守衛還更少 他不能守外野 他只能站伊雷跟DH 根本是沒有什麼貢獻 很超級難用的 所以他也在最後被解約了 這算是富邦非常失敗的 一個羊將補強啦 找這個守衛的羊炮來 本身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好 繼續往下看 必須要期待幾個年金打者 能夠頂上來 包含戴裴鋒 董子恩 楊敬豪 甚至是終生代的 李宗賢和王政堂 都要有更好的表現 否則他們的打線完整度 就是不太雙足 所以我會覺得 富邦現在的陣容 在上半季打起來 墊底的機會不小 說到年輕球員的表現 戴裴鋒應該是富邦上半季 打出來的一個亮點 不過冒出頭的年輕球員 還是不夠多啦 需要一次再多冒出一些 富邦的整體體質 才有可能拉上來 以現在這樣子來看 富邦下半季 應該還是會打得非常吃力喔 好啦 今天這個回顧影片 就大概到這邊了 然後我這個禮拜 可能在禮拜四左右吧 預計還會再推出一隻 下半季的戰績預測 大家到時候可以再來看一下 看看我下半季 會不會跟上半季一樣準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喔 大家拜拜 拜拜